NB名帅无常指教中国南篮率队打进奥运前八 却只拿了个往返机票的补贴 这可不是什么童话 这是2004年 银湖哈里斯为中国南篮献上的大礼 银湖何许人也 关注NB的老球迷绝对不会陌生 81年他率领火箭队首次打进总决赛 87到91年 因为带领熊路连续几个赛季胜率50家 被批准当了副总裁 94年接手呼人 第一个赛季就荣英最佳教练 还亲手组建了科比和奥尼尔的OK组合 至少在NBA的履历中 他绝对算得上是和莱莉禅师同级别的人物 但他的知名度绝不仅限于NBA 向国外传教才是哈里斯的真正伟大之处 2004年篮管中心为了筹备奥运会 痛定思痛 决定聘请高水准的外国教练 2月份人选出炉 中国南篮和号称NBA国际队的小牛有了联系 效率于达拉斯的名帅哈里斯 主动请英来东方助阵 更重要的是 根据市场行情推算 哈里斯的这一趟至少得价值150万美元 但哈里斯居然主动和篮管中心 达成了一份免费执教协议 除去往返机票和2万美金的生活津贴之外 一分不要 甚至在执教过程中 他和自费帮中国南篮添置了很多专业的录像装置 也从来没有说过报销 为了更好的帮助中国南篮 哈里斯甚至自学了中文 进驻奥运村之前 还亲手编写了一本70多页的战术手册 分发给了队员 奥运会首战 中国南篮被西班牙狂吐 第二战险胜新西兰后 又连续被阿根廷和意大利玩乐 当时所有球员的心态都在崩溃状态 但哈里斯没有崩溃 他想了一个只有男人才懂得的激励 在对阵赛黑的生死战前 他把中国南篮的所有球员聚集在了一起 然后和翻译一起上演了赛前动员 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这场比赛就如同炮妞 你们这帮男人不要等脱光了 喊掉链子 那一年中国南篮没有掉链子 哈里斯也同样没有掉链子 他不是中国人 但他曾经为了五星红旗的荣誉 和我们一起战斗过 恭喜银湖成为NBA名人堂的一员 毫无疑问 他完全配得上这身橘红色的戏服